他会问我老师这边为什么是空格的呢 我的为什么是一个问号呢 我这个是负一不同的编辑器呈 呈现出来东西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地方是负一来的 这个地方是负一来的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我如果说我用这个来打开看呀 不同的地方打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回到我这个上纸目录吧 好这里 好现在你看呀 CAT然后接着6点test 看到了吗 在这里面表现的是一个这种 有些人可能表现是问号 不同啊 因为他不属于ask码范围嘛 所以这些字符不一样的啊 每个地方表现不一样的 所以他不是空格 他是负一 然后明白了吗 好接着有些人问我老师 哎什么时候负一是结束了啊 和你说负一到 如果以负一结束来判断 只能够针对什么文件 文本文件 而且你这文本文件是没有特殊制服那种文本文件 也就是说以后你出来再开发 有以负一作为判断结尾了吗 你想想会不会以这个作为判断结尾 基本上都不会你想想 因为用这个判断结尾是有局限线 所以以后用判断结尾都是用谁了 肯定是FN到OF啊 然后接着有些人说老师这个和负一有什么区别的啊 这个代码我让他验证了吗 怎么验证了呢 在这里面我要你验证的时候 如果你以负一结尾或者以这个结尾 最终你只是把什么给取了 是不是只取到什么地方 APC了吧 是这样就结束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读到负一 你是不是是不是就跳出循环了 读到负一就跳出循环了 然后如果说你在通过这一个是不是 这一个他不是通过你读取的字符来判断的吧 他是根据你文件指针读取的位置吧 你原来写了多少 他是有个位置字录啊 所以他内部啊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终这一个他是不是把可以把所有都读取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就明白用负一来判断和用他来判断 是不是负一有局限线 他就可以判断啊 所以这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